不想您会不会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的牙齿不够洁白呢 拥有一口白血牙齿其实是许多人的梦想 而现在聚焦美白就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 像是艺人小龟他就大方分享他的美白牙齿心得 他说要先把自己的门面打理好才能拥有高人气 不过医生也提醒了 如果您的牙齿有毛病一定要先处理完 然后才能够进行牙齿的美白 靠近一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拥有一口好牙还不够 如果能拥有一口白皙的牙齿更是许多人的梦想 现代人爱美牙齿美白俨然是个流行的新趋势 不过牙医生也提醒了 在美白前首先要将牙齿的毛病治疗好才行 你希望把牙齿看起来更漂亮 然后笑容更有阳光般的笑容的话 我们都可以建议做美白 问题是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蛀牙或严重的牙周病 那我们可能要先建议你把蛀牙先治疗好 甚至你牙周病先治疗好 才可以来做美白的疗程 不然会比较容易引起那所谓的敏感性牙齿 然而除了传统的雷射美白 冷光美白 现在居家美白也越来越受民众欢迎 只要将药剂涂抹在膜套上 牙齿就像敷上面膜一样 达到美白的功效 让你轻轻松松就在家里美白 而且这种方式不但比较不会伤害牙齿 美白效果也比较持久 不过医生也提醒 美白的过程必须避免咖啡咖喱等易染色食物 并且遵照医生的指示 我们会希望你尽量不要吃一些染色的东西 譬如说咖啡茶咖喱 或者巧克力这些 因为你美白的过程中 我们是需要它越来越白越来越漂亮 可是你相对又染色的东西 一擦上去的话 那反而我们效果就会打折扣 艺人小灰现身说法大方分享美白牙齿心得 他表示对于艺人来说 门面真的非常重要 不管是拍照 唱歌 主持等等都需要露出牙齿 如果一开口就被发现是黄板牙 那么对艺人的形象可是大大扣分 娱乐演艺工作嘛 但其实门面很重要 那时候是觉得说 因为觉得笑起来 因为其实想要再更阳光 或者更灿烂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牙齿的颜色很重要 笑的时候或是工作上面 需要用到我们的嘴型的时候 其实呈现出来的光泽 跟那个颜色都会再更好看一点点 爱美是人之常情 美白牙齿的技术也不断推陈初心 如果能拥有一口白皙的牙齿 让自己焕然一新 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提升 港都新闻周福庆吴雅婷采访报道